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谢谢而如此 带领先的消息一面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我是万向和 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讲 今天可能又会观望 礼拜五就已经 这个 台股就开始观望对不对 主要是为什么呢 我们其实都有讲过 礼拜一就今天晚上 PMI要来公布 这个数据都非常的重要 礼拜四呢有什么 有GDP对不对 这个我们等下都会来讲 这个礼拜数据很多 所以尤其今天晚上要公布数据 那大家这个盘势就稍微观望一下 不过要告诉大家现在台湾股市有些人开始讲说 不会上涨 真的不会上涨了吗 我要告诉大家不是这样 绝对不是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台积电红海很快就要上涨 很快就要上涨 尤其是台积电会先涨 涨完之后红海会慢慢拍 他就比较老人家 对不对 这个已经讲过了 他就像个老人家一样跟在这个台积电后面 慢慢拍 那台积电会先涨 那今天还会来聊这个车用题材 车用题材今天也非常强 上个礼拜有跟大家分享一档股票 我们等一下要继续来看好不好 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赶快把频道订阅起来 我们的频道叫做K线原来如此 我们的频道希望 能够帮助各位朋友 看我们的节目你能够学习怎么样看K线 这趋势你一定要会看 看什么月均线季线 五日均线 我告诉一些没有用 那些叫做落后 指标 落后指标那些包括每天新闻记者 他们都会看 新闻记者在写新闻的时候你能不能看 常看到说今天怎么样 五日均线什么季线反压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会跟你讲一大堆但是我告诉大家 大家都会的东西 你要操作要操盘 想要在你用这个东西赚钱 基本上赚不到钱 好吧那个是大家都会的东西 所以如果是新手朋友 现在你运气比较好看我们节目可以直接学K线 请你持续看下去 记得要把频道订阅起来 不要订阅错了其他有分流的地方 不要订阅错了 请订阅K线原来如此 好不好 那记得要开启小铃铛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新闻 今天新闻讲什么 讲说台积电三星考虑 在阿联建厂 规模上看千亿美元 这是今天 9月23号 工商时报丢出来的消息 我要问一下大家 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讲说什么 讲说台积电 近期 派员到阿联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进行考察 然后该官员 该国的官员对讨论建大型晶片厂的可能性 然后还特别讲说三星也派出代表团与当地的官员讨论 然后下面讲说什么新厂建设 将全部由阿联政府资助 人家是土豪国家嘛对不对 全部资助然后呢 更广泛的目标是增加全球的晶片产量 而且在不伤害晶片制造商的利润前提之下 要降低这个晶片的售价 我告诉大家 这新闻很多矛盾的地方 为什么这样讲 今天阿拉伯大公国 他们当然有兴趣 我这个 可能是会有兴趣啦 我相信 好不好 他们钱也很多全部资助我也相信 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石油嘛 对不对 石油产量什么基本上 这几十年来已经赚到什么赚到钱实在太多了 甚至大家如果有常在看足球的朋友也知道 有些很多这些网址 没事钱太多就去买足球队 足球队开销比什么棒球队篮球队来得更高 足球队开销非常非常的恐怖 而且足球员的薪水都超级高 有看足球的朋友都知道我在讲什么 你看银巢看西甲都一样 足球队的费用非常非常高 这些网址就拿他的闲钱出来养足球队 就知道他有多有钱 现在他们说要来盖这个晶圆场 我个人是打个问号 很怀疑 这个新闻的 真实性 今天在美国要建厂都建不太起来 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是员工的问题 难道阿联酋要建设这个晶片厂 所有的这些员工都是台积电台湾我们这边本土人过去支援吗 当然不可能嘛没有这么多人手 所以今天要在那边建厂请问一下像杜拜 杜拜都开什么计程车都开乱把我接你对不对 请问一下今天那个你的员工要从哪里来 可能很难找 可能很难找那你这个你说要降低晶片成本 那员工薪水是怎么样 是必要很低 那怎么样的降低呢 大家薪水如果都要很高的话 所以这就很大一个盲点在这里 我个人很吃饱的态度 我认为这可能是建不成 今天你在美国都已经建不太起来了 对不对 所以到时候我们再来看 新闻就看一看就好 我们来看K线 原K线的口诀叫什么 周线看大事 日线看幅度 小时早成压 课分清楚点 周线看大事最重要 各位第一次来看节目的朋友 请你把这个学起来 周线利用周K线来看 相信你看大事会更清楚 而且周K线 K线的部分有非常多的细节 我们在我们之前的这个基础教学课程都有讲过 有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直接到LINE上来询我们 课程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台积电的部分 台积电大家看一下这个周K线 准备进入再涨势了 已经开始往上突破了 上个礼拜就跟大家讲过了对不对 大家看周K线我这边画两个箭头打两只脚 开始继续往上涨 1080大家看上次的地方 有没有很大量的卖出 虽然说有出现反转的转折 但是其实跌的并不深 大家看一下从这个整体架构来看 你看1000多 跌到什么700多看起来好像很恐怖对不对 看一下整个架构 今年从哪里开始涨 从大概600块开始涨 那去年在哪里大家看 这张图上最低在哪里 370块 在前面还有更低 对不对所以现在以整个架构来看 它其实回挡而已 跌幅并不中 跌幅真的不中 那我看日线图的部分 8月20号上个礼拜五 已经跟大家讲过976突破了没有 突破了那今天收盘收在哪里977 而且还收在它这个转折的这个 这个区间的这个位置 下面WD这个转折 这是WD 这个转折的位置 好对不对是不是已经突破了突破了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尤其这个礼拜很有机会能够开始继续往上做一个上工 各位朋友不要浪费机会 现在可能尤其这几天上个礼拜一直在说 可能是你最后的机会了你没有把握住很可惜 那下一波可能会直接涨到哪里 台积电有跟大家讲什么1200吗 对不对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 法人数目标加1200 我们自己在估算也觉得也差不多啦 差不了太远 反正就还有机会再往上涨嘛 那整个牛市都还没走完对不对 红海部分的红海大家看一下周K线 叫什么比较慢还在盘整 人家还没有进入到再往上涨这个趋势 7月份当时在回档的时候 回档幅度比较重一点回档比较多一点 不过也没有关系 他整个结构也没有破坏嘛 准备还会再涨啦 那上面有没有压力 上面压力看一下日线图的部分 上面压力也不是很多 而且最重要是什么 挥打什么时候开始出货 第四季对不对伺服器都讲得非常清楚了 这个都按照计划在走 之前7月份有很多人出来突然讲说 这鹰派空头的这个 股市突鹰突然放消息说 挥打晶片有问题对不对 现在挥打晶片有没有问题 我当时就讲了 这个都是空头在 鹰派故意在丢出来的消息 那也讲说红海伺服器有问题对不对 什么散热有问题什么机会有问题 讲一大堆 现在有没有问题 现在没有问题了嘛 对不对 所以当时就是故意在 压股价 故意有人丢消息 现在看一下这个目前这个位置 目前会不会再往上挑战200 就一定会挑战200 好这边就直接告诉大家 好不好一定会挑战200 甚至在往上涨 好那法人的目标价还在更高 还在更高 好不好 2003到250 250的很 比较多 所以还有机会继续往上突破 那我认为这个整个走势 没什么太大问题 只是什么时候涨而已 那就再等一等 他不涨我有办法吗 我就是这个这个消息 大家钱要丢进来才会涨 那目前还需要再等一下 那再继续往下看 上个礼拜五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张图 9月20号跟大家讲什么 我们讲说礼拜一关注这三档 就是我们就列三档而已 每天都有列三档给大家在LINE上面 没有加LINE的朋友 比较可惜 好那在这个其他这个社群也有 有时候也会讲 那这大家看一下什么 百合对不对 然后车用PCB电影 上个礼拜五有没有讲百合 有吗我也有讲吗 节目上也有讲 然后电影投空 画公司的国金化 好吧今天都涨了今天都涨了 百合国金化今天涨2% 虽然说网上涨了一些压惠 电影投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周线图 今天是什么 一样是在涨势 在涨势 因为什么去年7月份开始往上涨 涨了很大一波 最近一直在提醒 我们讲说车用请你多关注 像之前有讲一粒店 现在这个电影投空也开始涨 大家看周线叫什么 周线叫再涨 因为前面涨过了 前面这整个架构已经涨过第1次 现在是再涨第2次 再涨次 对不对 这非常好理解 那么看日线图的部分 日线图的部分 其实8月营收非常好 8月营收这个月增5点几 然后 年增13.05% 对不对 然后我告诉大家 9月27号 这个新闻非常大 美国要来课征100% 对中国的关税 所以基本上转单效应很强 那最近这个车用涨得都非常非常厉害 今天电影投入涨停板 对不对 涨停板 那我们有其实前面都有预告 好不好 前面就预告了 有赚到朋友恭喜你 没赚到朋友 你怎么会没赚到呢 对不对 那我们没办法 对不对 那走势现在持续往上 那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 大家看周线 去年已经涨过了 所以上面是有压力的 上面是有压力的 这个压力区域 一直从8月份 7月8月份 到去年的时候 上面形成一个有点像 这个M头的部分 所以 现在涨上去 会遇到压力 不过现在还在涨 现在走势还在走 走势都很强 那还在持续往上挑战 就可以再看一下 好不好 那再往下看百合的部分 上个礼拜就讲过了 今天秩序往上创高 涨上去之后 大家看周线的部分是怎么样 周线还在往上涨 其实压力看不太到了 那目前 整个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盘整区域突破了 那现在今天到75.3有稍微的压回 我看一下日线图压回状况中不中 其实还好啦 其实还好 我才刚突破这个整个盘整区域 所以接下来还有机会继续往上涨 前面1到8月份已经赚赢去年了 9月份是传统旺季 所以我认为这个股价还有机会在挑战 今天虽然说有点上影线 那整个走势还好 这个没有说周围怎么平盘 对不对也没有变成这个黑K 所以走势都还好还可以继续看下去 我们就持续追踪 那之前有看到我们节目朋友有进场 那就恭喜你 好不好有恭喜你 那今天在如果说你现在才进场 现在要压回了可能要等回档 那到时候再来看 最后还是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晚上有制造业PMI 服务业PMI很重要 很重要数字什么都很重要三颗星的 然后呢告诉大家GDP礼拜四要讲 包吼礼拜四又要讲话 我不知道要讲什么 好不好那礼拜五有这个核心PCE也非常重要 所以都会影响到接下来走势那会不会整个带动这个台湾股市开始往上涨 加权部分我跟大家讲一下大家来看 目前在挑战什么8月1号这个 压力的位置 然后呢现在已经形成两只脚周线看起来是两只脚 日线看起来就是一个W 那目前还有没有机会往上突破 我告诉大家 你看台积电就好台积电已经突破了 准备要开始再往上涨 会不会带动这个台股 整个加权走势 当然会嘛当然会嘛所以如果你没有进去买非常可惜 那今天还是在3000亿左右 那往上突破之后开始会放量 那大家要持续来看 那我认为这个 唱一波的这个尤其是7月底8月的这个恐慌性下跌 已经整个完全结束了 好已经完成结束了那包括道琼跟S&P500 又创新高了那斯大克开始往上突破了 台股比较慢一点跟这个废半一样比较慢一点 还是会怎么 因为这个这个带动好不好开始往上涨了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我认为都是还有机会的 所以我们就持续追踪就好那有机会赶快把握机会进场 不要再浪费机会了好不好那也欢迎大家跟上我们的脚步跟着我们一起同步操作 那今天节目到这边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面做留言明天再见拜拜 这边小 Dennre cm也看规划 我何朋友都不愿意 词以字幕周知语 我是否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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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模型并送人数人数字性的规划